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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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Susan 今天又是 九九一次的森林鸡汤 今天的主题呢就是 上一次讲的家人片 因为之前爱情片 事业片 朋友片 已经都大概讲完了嘛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往前播放 今天呢就到了家人片 就是家人片 我好像也没什么 资格讲的感觉 但是也没有办法好像 跟大家分享太多东西 就是慢慢分享 然后我也可以慢慢分享自己的故事 给你们这样子 在森林鸡汤呢就不是 我应该教你们怎么做 就是一个平台让你们分享你们的 不好的事情 我试试看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你们的事情 我也可以在这个时间 分享我自己想要分享的东西 给大家这样子 如果你们觉得我的东西是错的 或者是怎么样 你们就在下面留言 更正一些对的看法跟想法这样子 OK 真的是欢迎大家留言 好啦我们现在来开始 书生算是独立吗 好像从大学开始都常离开家人 我是一个超级无敌独立的人 独立的程度到怎样 就是就是13岁这样子 已经快大巴士去学校 或者是大巴士回家 然后这些都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很大的难题这样子 所以我不是一个很黏家人的人 我觉得我们家的好像都是这样子 就特别特别独立的 就是有事情就是自己解决 也不会先第一时间先去麻烦我的家人怎么样的 都是先自己解决 自己解决不了了 才会去跟家人讲这样 你是怎样跟家人交代跟西外交往的 适当十几岁 我觉得蛮多问题都是在讲 怎么如何开口跟家人讲一下 自己谈恋爱的这种事情 我先跟大家讲我的性格是怎样的 因为我从小到大 我的性格就是非常无敌三百的那种人 就是 我记得我那时候应该是 自己跟妈咪讲 妈咪我有男朋友哦 应该是这样子吧 就是那种很三百啊 就是曾经在热恋期 然后那个时间跟妈咪讲 我有男朋友了 其他的家庭好像应该会有这种顾虑吧 就是不敢讲 我也是有遇到很多个朋友 都是那种不是那么开放的家庭 就是不敢讲自己谈恋爱啊 就是偷偷谈恋爱 他也是可以偷偷谈恋爱很久很久 这个好像也没有办法哦 因为 这是 看每个人的父母性格 如果我是属于一个 不开放式的家庭 我可能会先试探 我的家人 对于我谈恋爱这种事情 是什么感觉 可能 跟他们一起看戏的时候 看到别人有男女朋友就讲 哇 男女朋友这样子哦 然后 看他的反应就讲 啊你不要在 读书之前的时候 谈恋爱啊什么之类的 如果真的那么喜欢 可能会偷偷谈恋爱吧 如果是以我的性格 我肯定是那种 会偷偷谈恋爱的人 我应该也会做到 谈恋爱不被发现的那种程度 嗯 会不会教坏你们啊 哎呦 我也不懂耶 因为我从小到大 就是我妈妈从来没有跟我讲过那句 你不要跟我再 什么谈恋爱啊 从来没有 可是我身边蛮多这种经验的 都是 偷偷谈恋爱这样子 哦成功了 就是跟他们讲的时候 我谈恋爱也谈了很久啊 大家也接受啊 就是蛮平淡的 没有那种很 啊 那种打架那种 嗯 没有 总是把最难听的话 留给家人怎么办 这个是蛮有经验的 因为 我也是属于那种脾气很暴躁 小时候就会 对家人讲很难听的话 但也没有讲到很 特别难听 但是 有脾气就马上先发出来 就是不会过滤啊 有什么事情就发脾气啊 有什么事情就摆错脸啊 也是那种 什么都会 以自己情绪为主 而发言的那种 人 所以现在的时候 我就觉得 吵架是一个很 没有必要的事情 可能 语气还是会 有一点 但是 到了一个点的时候 还是会收下来 就是 不想要吵架 也会觉得自己 到底有没有讲错 还是怎么样 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是一个 会先思考再讲话的人 那就是 先三思了 后行啊 你的脑子永远要比 你嘴巴的速度还要快 OK我是怎么样 学习这一件事情的 好像这句话 我对别人讲 我会自己 头脑会模拟 那个 如果别人对我讲这句话 的话我会怎么样 我会很快 以这种最快的速度 去理解这件事情 如果别人对我讲这句话 我很难过的话 我就不会 从我嘴巴讲出去 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 怎么样 嗯 身份交换 这样子吧 交的男朋友 因为纹身很多 导致家人不同意 该怎么办 你就去证明 纹身的人 不是全部都是坏的 可以以一个纹身 来去决定一个人的 所作所为 你知道吗 不是所有纹身的人 都是坏的 这个 已经不知道该怎么 怎么样去关书 因为 古老家庭 好像都是这样子的 如果我是他的女朋友 我应该会 做一些事情 让他改观 好像只有这样子 才可以改变父母的想法 最好的方式就是这样 当然你男朋友 也是要长进一点 就是 Sector 就是自己男朋友 也是要有Sense 对 偏心 其实家人是让我精神状态 最不好的 偏心 我觉得每个家庭都 会有的 真的 我妈咪也不是 特别特别对我很好 很好的那一个 但是有时候我想到一下 我自己 如果我生那么多孩子 我要每个情绪都照顾到很好的话 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 做好这件事情 是真的 你imagine一下 如果你生了三四个孩子 然后你要把每个人的 心理状态照顾到很好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到 我只可以尽我的力量去做到 我觉得我妈咪不是最疼我的 应该是讲说 不是最最最疼我的 所以有时候我也会觉得 很偏心 可是想到来也是 我妈咪还很煮好吃的饭给我们吃啊 或者是 可能每次都会包凉茶给我们喝啊 生病很关心我们啊 从这种方面上 我觉得我妈咪没有到偏心啊 就是她还是会对我好 我觉得 不要把那个事情看得很重要 因为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很讨厌我妈咪偏心我姐姐这样子 可是长大了过后我就会想 其实我妈咪也是很爱我 她可能做不到那么完全吧 那么完美 因为我妈咪也是人啊 你家人也是人啊 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做到那么完美的人 所以长大了过后 我也不会去在乎这个偏心这件事情 我觉得每一个妈妈都是爱自己孩子的 就算有偏心也是还会对你有爱的 就是不要去放大那个偏心就好 还在中学建议出柜吗 哇 等下啊 给我理清一下我要模拟那个情景 如果我 我会出柜吗 以我的状况哦 我觉得 我不会 我会让我妈咪来发现 可是我不会 因为假如我今天真的中学出柜 然后我带我的女朋友 还是我的男朋友回来 就是女生啦 我应该会 做得很大方 让我妈咪发现 以我妈咪的性格 她会避而不谈 然后 慢慢的接受 哦 我是这样子 我应该会这样子吧 但我都是蛮鼓励我 身边的人出柜的 我觉得爱是很大方的 或是一件非常值得羞耻的事情 如果我的话 我可能会再考虑一下 因为我也不懂耶 我大概懂你们的感觉哦 就是在我 身上的话我 我这题有点难倒我耶 我会吗耶 我应该会让我妈妈发现 然后让她讲 然后我 再答 嗯 对我喜欢女生 这样子 我应该会这样子 可是到了 我是讲中学哦 可是到了 如果我出社会的话 我就不会是这样了 我觉得我会是一个 我会借过我们 我喜欢女生啊 或者是 会做得很明显 这样子 嗯中学的话 我觉得我不会耶 父母常常因为金钱吵架怎么办 我的家庭也是 从小 就是 因为金钱吵架的 从小我就已经reflect了 你知道吗 就是长大我不可以 因为金钱的事情而烦恼 就是吵架这样子 不可以有这种事情出现 No 不可以哦 我觉得没有办法避免 就是如果你的家人 因为金钱吵架 但是真的是没有办法避免 但你有办法做到的就是 长大后赚钱 好好的努力赚钱 和家人意见不合怎么处理 我是会坚持我自己想法的人 我就是一个 可能有点小固执的人 如果我的想法 今天是 我觉得不会有错的 我一定会坚持下去 嗯 我是比较像是那种人 我不会让别人左右我的 想去做的事情 从小就是这样 说家人意见不合怎么样 管他的 我没有教坏你的小孩 就是我觉得要沟通啦 有时候我觉得哦 不应该 你是 我爸妈 然后你就可以左右我的 想法啊 作为啊 该怎么做啊 不可以 你一定要有一个口脑空间 就是 OK 你长大了 你要做什么你去做 后果是怎么样 你自己去承担 你要让你的孩子 有这种很独立思考的空间 这样子他们才会学习 怎么长大 就很像烧水 其实你不跟他讲 他也不知道是烫的 他要自己去碰了 啊 这是烫的 他才会明白 从小被灌输要尊敬长辈 所以从来不会违背 违抗长辈命令 有时候长辈做出过分的事实 都不敢反抗 这就是所谓的孝顺 这题就像我刚刚上一题讲的 尊敬长辈是要的 但不是很顽固的 就是要你听我的话 很像训狗一样 那狗就是一定要听你的话 不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长辈都有一个固有的思想 你就是要听我讲话 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子 不只是尊敬长辈而已 我觉得是要尊重每个人 就像长辈也要尊重我们一样 我觉得这是互相尊重 才有一个尊敬长辈的这个说法 我觉得你今天不尊重我的话 那我必然自然就不会尊重你 所以我觉得我对长辈 我会很有礼貌 会很孝顺 会可能恭敬恭维 但你今天做所有事情 或者是对我讲的事情不对的话 我是不会接受的 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什么都不重要了 活着也没意思 Hello 你可以组织自己的家庭的 你知道吗 虽然讲这是一个很难过的坎 但是我只能好好的劝你 如果今天我的家庭不太完美 我一定势必努力的 让自己组织一个很完美的家庭 你也要有这样子的想法 知道吗 所谓孩子的行为是父母的一片镜子 那为什么父母却不能接受孩子的魔法 反而还教训了一番 好吧我跟你说真的 这是我很有印象的事情 从小就是我家人就是有在抽烟 但是那时候我哥哥要学着抽烟吧 但是被我的家人就是教训了一顿 那时候我哥哥就讲了一句 你可以抽烟 为什么我不可以抽烟 那时候我就想 对啊 为什么你可以抽烟 他不可以抽烟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今天无法控制自己的话 那你就不应该 也没有资格去反对你的孩子做什么样的事情 so 怎么样的父母 就会有怎么样的我们了 我有时候也是会觉得 哇 照顾孩子应该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因为他会一直模仿你做的任何事 任何动作 然后你要时时刻刻保护着 自己不做犯错任何事情 所以 准备好了 才生孩子 不是说想生就生 懂吗 还在这边追活结婚 追活生孩子 奇怪耶 还没有准备啊 不可以啊 来 下一题 我妈妈出轨至少有七年了怎么办 她说她该怎么办 那天我记得 这个问题让我深思了好久好久 因为有人问过 如果你家人出轨的话 你会告诉你家人的另一半吗 我在想说 我觉得我会耶 但是 depends on 我有没有弟弟妹妹 或者是他们是否成年了 如果是以我现在的状况 你们分一分啊 你们离婚啊 没关系的 只要你们幸福就好 我的观念是这样子 我不是一个需要父母都要粘在一起啊 或者怎么样的 我觉得 幸福对一个人来说是一个 到死都会想要拥有的事情 哎呀 不懂有没有跟你们讲过一件事情 就是 应该是有讲过在那个爱情片 我就有讲过 一个老爷爷 一个老奶奶 两方都是可能七十岁八十岁的人了 奶奶就因为牙膏方式不对的事情 跟爷爷分开 我没有必要每一天都为这件事情跟他吵架 不需要每一天都看着那个牙膏而生气 那不是我要的生活 我就是可以 Imagine到 哇 这个奶奶是很幸福的 如果今天我的家人出轨啊 那你们分一分 我希望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幸福 不需要因为我而联系着你们的关系 真的不太需要 因为我也可以追求我自己的幸福 我也可以我自己的家庭 好 下一题 放养式家庭真的好吗 好吧 跟大家说一说 我就是放养式的家庭 就是你们妈妈会对你们say no的事情 我妈妈从来没有对我say no 比如说 可能 我大概15岁 这样子 我就跟我一大班朋友啊 一起去 去那种clubbing 真的是 从小到大 我可以去哪里就去哪里啊 然后我可以去朋友家 可能三四点回啊 也没有关系 只要我跟我妈妈讲一声 我几点回家就可以了 我觉得我妈妈信任我的程度应该是这样 看不到了 是不是就是超过这个屏幕啊 就是非常大 蔡长永也有讲过 我是可能唯一的放养式家庭 不会叛逆 不会被带坏的人 放养式的家庭 对于我一个例子来讲 我肯定是讲好 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就是这样子的家庭的环境 当然我也有看过其他放养式不太好了啦 可是我也觉得 有些可能管太炎的人 不见得那么好 应该也是看 你自己的那个 造化吧 应该是看你自己 选不选择去叛逆这件事情 so far我是 最好的例子吧 还是其他 你们也是 也是放养式的家庭 在下面留言看看 因为很多人都很surprise 我是一个这样子的家庭 可能15岁 15岁就谈恋爱啊 这样子 好了 已经来到最后一题了耶 下一个咯 为什么从来都没有看过书生爸爸出在镜头前 纯粹好奇 好叻 你就是应该你有看过那个在长永频道我之前 大概两三年前 就是有出过那个50 facts about me 那时候我就有讲过我自己是单亲家庭 就是在我baby九个月大的时候 然后我爸爸就去世了 才造就我这么放养式家庭吧 应该是这样吧 因为我从小我妈妈就是 一天打两三份工就要赚钱 像是我可能学费有时候我妈妈还要跟家里的亲戚结钱 那样子 就是有这样子的症状 所以才会造就我 小时候就是想要努力赚钱 长大努力赚钱 然后不会要有因为金钱而烦恼这件事情 出现在我的生活 就是不会有 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会有想过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是有父亲有爸爸的生活 我一定有想过 因为我爸爸是蛮有钱的人 我听妈咪讲的 ok 我不知道但我听妈咪讲的 可能感觉我会是一个傲娇的小公主 不知道 有时候觉得 哎呀 这就是命啦 可能就是不一样的人生 不一样的体验 才会有不一样的那个身份 去分享东西给大家这样子 也是一个蛮不错的 我不是说 单亲很好 我没有这样讲啊 我没有这样讲啊 我在FittyFacts About Me有讲过就是 我觉得我们妈咪把我们照顾得很好 因为我们是四个兄弟姐妹 所以那个负担超级大的 其实我觉得我妈咪把我们交得很好 也不会特别的叛逆 除了我哥哥以外 其他人都很好 就是我们 可能到现在我们就是不太会很亲 也不会属于那种会互相讲心事的那种家庭啊 有时候就是会蛮羡慕这种家庭嘛 但都不是 今天家庭状况都非常好 可能就是这样子吧 熬过苦来了 但我认为我是觉得 熬过苦来了 可能这个是长大的魅力吧 好 今天的影片分享就到这里啦 今天分享了不一样的东西给大家 下一篇呢 你们想要看什么篇 我觉得好像固定系列有点快完哦 我们来看看还可以再玩些什么吧 就随时关注我的instagram 我的story会随时发问 大家就要按赞分享留言打开小铃铛 就这样咧 各位 Bye